大家好,歡迎收看汽車五溝頻道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汽車五溝頻道 我們看一下10月22號所開數字有1尾 有開出3支0111跟31 那開出一個09跟27 我們沒有中喔 禮拜四啊,我只有爆三隻啊 爆23跟28以及3,這是用版路方式喔 很可惜版路很漂亮,可是卻沒有中 這是我之前都是用 用那個趨勢圖跟版路的方式啊,所以我才沒有一直用版路,所以才會去看趨勢圖,趨勢圖的話 起碼他會比較有機會 那 有時候很多人都喜歡看版路 我說實話版路有時候 他的順序是還不錯的拍 可是並不是很理想 好,那我今天的部分呢,我就不用版路來看,我用趨勢圖的機會啦 那今天所看到的八尾的部分啊 我看到八尾有沒有可能性,因為他是 相隔1234 有四期沒出的就是八尾啊 八尾跟五尾啊 這兩隻啊,那我可能會抓八尾的部分 好,那這部分呢,我們看一下趨勢圖喔 好,我們看到這張的趨勢圖 譬如 今天推薦的是八尾的數字的機會可能就08 欲強則強的話,就是發現喔,只要相同的 通常還是有可能性,像 今天說實話應該也很多人應該抓03 因為照這個順序,沒想到他又開為 一個01出現喔 就一尾出現三隻啊 其實米拜五的話,其實說實話二尾也是有可能 跟緊接二尾的話,如果說021232 也都是有可能性,那我今天是抓 8尾抓08 推薦這個08數字啊 那0908,那米拜五的部分 0 10,09,08 就可能在這裡,07部分已經有兩週沒開出了喔 那今天部分我抓08還有一個是28 就是28是27跟29之間的夾擊喔 好,那今天推薦的八尾部分呢 好,我一樣照著這樣寫喔,10月23日喔 是星期五喔 我日子過得蠻快的喔 109年255期了 今天推薦是8尾的部分呢 又是08幾28這兩隻數字喔 先不要推薦於8尾的數字 那如果開這邊8尾28的話 那28的部分呢已經有兩週沒有開出了喔 好,往一往看一下這裡喔 往上看一下喔 28在這邊開出之後 應該也隔了蠻多期 12344期 4週啊,抱歉 4週 4個禮拜沒開出喔 那28有點偏於過少開出了,有點偏蠻冷的 那時候所以我覺得28應該也快要出現了 所以今天禮拜五的部分我會抓28 那昨天我是,也就是說10月22號 我是用這個 板錄的部分去抓的 那28沒出現喔 那今天不管我還是一樣在抓相同的數字28出來 好,再來一個數字是那個 33的數字啊 33我們看一下喔 31喔 31跟33 3 上週都還有33 後面 3字頭的 最近這一週,這幾週我都看到 蠻散的喔,沒有像上週說喔重複的 隔一期有啦27還是有重複這樣開出的 上週是重複一直出現,相同的喔 那今天我是抓33的可能性 33上週五啊 那26也是禮拜五喔,相同同時開出的是26喔 那我今天是抓33啦 33是 這幾個喔 比較可能性 他幾乎都還是有機會開副33的對對牌 22 11也出現喔 22 11 有不可能33 好,這是我抓的這種 想法,因為22分散開來囉 這感覺應該有可能33 好,那我就推薦3,三尾數字啊,推薦33了 三尾部分推薦33 好 那0尾的部分啊 還是有可能,有沒有可能一個30,這種喜歡開這種夾擊的 2931這種夾擊的 30的機會 在這裡 好 那0尾部分我推薦是30的數字喔 30的數字給大家做參考0尾喔 再來每週 經濟其 部分的啦 我們來看有什麼數字喔 有沒有可能跟33跟39同時開出這種 對應牌 這種格席的對應 那禮拜五有沒有可能對應 加1 你看 這種 這種是相同的 有沒有可能性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9尾喔 2909 19是 目前沒有抓,不過 9尾部分我會抓個39 2909 我再抓個39 9尾的可能性 也是有 這 9尾的部分也可以再抓個19啦 19的可能性也是有,不會說沒有 在這邊看 可是他已經跟09跟1喔 19還是有可能性在這邊喔 19的情況下他分化,你看他也是隔一週沒有開出 這個隔一週沒有開出,可是不一定說禮拜五就不會開出,也是有可能19的可能性喔 19跟39 那9尾部分喔 我抓兩個9尾啊 9尾喔 推薦19跟39 我今天推薦這6支數字啊,給大家做參考 19的話,在這邊 也是有他的可能性喔 你看在這邊,19 這邊的話,你看一字頭 這裡目前就11 那這個的變化是171819 本週還沒有出現喔 那今天的部分啊 9尾就推薦19跟39 那我今天就介紹這6支數字給大家做參考 那就介紹到這邊,也謝謝大家收看與支持 好意祝大家可以中獎喔 拜拜,晚安 好意祝大家 請等一下 請大家 開動 我們呢 在這裡 開動 感谢观看